暴雪下高铁停滞,为什么绿皮火车依旧运营 临近春节,现在估计很多人已经踏上了归家的旅程 然而,近期南方一些省份先后经历了大范围 高强度的降雪天气,春运期间的这场暴雪 给原本买到高铁票的旅客们上了一刻 火车行进的时间大大延长,有的甚至被迫停动 一位网友在滞留暴风雪中的高铁上 拍到了旁边铁轨上,一列绿皮火车竟飞驰而过 似乎没有丝毫受到暴雪的影响 这个消息已经发到网上 一下子引来了众多网友的热议 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天气 还得是火车的祖爷爷上场呀 为什么几乎已经被淘汰的绿皮火车 不害怕暴雪天气呢? 绿皮火车为什么不怕暴雪? 绿皮火车不怕暴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运行原理稳定 绿皮火车的动力来源相对稳定 不易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 由于绿皮火车主要依赖于内燃机或蒸汽机 而不是电力 因此在暴雪等恶劣天气条件下 其运行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二是基础设施简单 绿皮火车线路主要分布在城市间和乡村之间 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相对较为简单 维修成本也较低 因此即使遇到暴雪等恶劣天气 这些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抢修工作相对容易 能够较快恢复正常运行 三是运行速度较慢 绿皮火车的运行速度一般在100公里每小时以内 相对较慢 在暴雪等恶劣天气条件下 高速运行的高铁更容易受到锋利 动雨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列车晚点或瘫痪 而绿皮火车由于运行速度较慢 冰雪对轨道的摩擦减弱这种影响相对较小 因此对恶劣天气的抵抗力较强 四是运行成本较低 绿皮火车的运行成本相对较低 对于恶劣天气的影响也较小 在恶劣天气条件下 绿皮火车的运营企业可以更加灵活地调整运行计划 以应对恶劣天气带来的影响 绿皮火车现在仍然在发挥余热 目前 我国仍有一些偏远地区需要用到绿皮火车 这些地区通常没有通高铁或者高铁线路不发达 绿皮火车在这些地区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 用于连接偏远地区和城市之间的联系 此外 还有一些特定类型的铁路和用途需要用到绿皮火车 例如支线铁路 破运铁路 矿山铁路等 这些铁路通常线路条件较差 运输需求较低 无法承受高铁的高昂建设和运营成本 在这些铁路线上 绿皮火车可以更好的适应线路条件 满足运输需求 另外 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绿皮火车 例如旅游专列 历史文物列车等 这些火车通常是为了展示地方特色或历史文化而特别设计的 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总的来说 虽然高铁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应用 但在一些特定地区和特定用途中 绿皮火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 火车的祖爷爷仍然有其特有的用物之地 我们下来的地区和特定用途中 在这些东西 我们下来的地区和特定用途中 我们下来的地区和特定用途中